花莲县五十岸足球俱乐部日前是代表台湾前往日本冲绳 参加2023冲绳国际清善足球大会 获得了亚军的殊荣 25日上午球员们在教练罗伯特的带领之下 前往花莲市公所将奖牌及奖状与市长魏佳燕分享 并描述在冲绳比赛的难忘回忆 谁讲的 经过一番攻守激战后 小小球员终于突破防线 进了绝杀的一球成功得分 场边一阵欢呼情绪超激动 这次花莲县五十岸足球俱乐部日前代表台湾 前往日本冲绳参加的2023冲绳国际清善足球大会 获得亚军殊荣 25日上午球员们也在教练罗伯特的带领下 要将这份喜悦带到花莲市公所 这次是我第一次出国我很开心 想到很努力的踢球 谢谢教练带我们去日本踢足球 让我们获得很多经验 那其实足球运动它一方面除了实力之外 那运气也是比赛的一部分 那我们也想说这次其实是非常的幸运 那小球员们的那个表现也非常的棒 那能够获得这样的成绩 其实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难忘的一个回忆 那我们有受到了市公所这样这么样的一个支持 那我们也要再精进我们自己 小小选手的优异表现 市长魏佳燕除了颁奖表扬 县议员魏佳贤也特别到场 给予他们高度肯定 那今天要非常谢谢佳燕市长 在这几年来 除了佳贤在推动运动之外 在今年特别举办的足球比赛 让更多的大小朋友可以一起来踢足球之外 那也培养很多的一个足球球队 那未来我们也希望 不只是花莲市公所 花莲县政府 那也希望民间更多的企业 可以共同来支持花莲在地的更多球队 那也希望说 足球这项活动是世界级的一个运动 那未来我们在地方政府 我们花莲市公所 也会持续的来推广这项运动 让更多的孩子们了解到 足球的一个团队精神的一个重要性 那借此也希望说 孩子能够持续的练习足球 让足球能够在花莲发扬光大 BFC五四岸足球俱乐部 起源于2013年 朽林乡富士村 由推广员向足球不遗余力的 铁木游道所创立 并由一群热爱踢球的家长 带着孩子参与每周的练习 营造快乐的踢球氛围 而市长维嘉燕也希望大家都能持续在足球 这项运动中保持热血的心 培育出更多花莲的足球小幼苗 五三五三五三 加油 记者徐立琴 欢迎视报导